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這個題目差了大家很久 就是家用美容衣再拖下去搞不定 所以今天就想跟大家分享幾款我用過的美容衣 我的用後感,覺得它們有沒有效,值不值得買 還有我對於家用美容衣的觀感和外面面有什麼分別 如果大家有興趣聽我分享的話就不要錯過了 現在坊間有很多很多款不同的家用美容衣 花多眼亂,不知道選什麼好 所以最重要你要知道自己想要什麼 你要解決的問題是什麼 選一個對的美容衣是非常重要的 今天我就會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用過的美容衣 究竟在我身上會看到什麼 第一個就是最近超級熱門的 因為他們在做折扣 極多朋友在這兩個星期問我 究竟能否入手好 這個Currence Body的LED面膜 我手上是新款的 是一個四合一 然後它的舊款,它的眼的LED面膜 我也有用過 新款和舊款最大的分別 就是它後面的LED 讓大家看一下 有原本的紅色 有點殘眼 但是這個紅色是可以做到抗衰老 然後它有黃色可以做到修復 去修復一些細胞 然後綠色 不行這個搞不定 綠色是可以做到一個美白的 還有最後一個超級的4-in-1 我先關掉它 新款這個我覺得是比較全面 比較多功能的 然後用起來 它的眼這個位置會更貼 我可以試給大家看一下 但是畫面會很詭異 我就是這樣放上去 當然不是化妝 你是完全洗完面 什麼都不塗的時候 你放上去 然後開了去 那就紅光 黃光 綠光 還有這個四合一光 你看到我也是可以 就是可以張開眼睛 可以玩電話的 但是這個接受程度 每個人都不一樣的 因為我有朋友 我借了給他用了一個星期 他說是開不了眼 是會整個世界不同了 所以可能是我習慣了用 就覺得這個程度是我接受到的 然後就講功效了 先講我朋友 因為他用了幾次 他說用完綠色 是覺得自己馬上白了 我自己用的時候 就沒有那麼神奇的事發生 然後我媽媽用 是真的由他很皺皮的膚質 是超級粗糙 然後很多紋 一路用你 只要是勤力用 他可以變回一個年輕少少 即是不會說60變30 但可能60變回50 是一個有保養的衣衣的效果 所以我媽媽其實用舊款的時候 已經很喜歡 已經是保持著用 我會覺得他是有用的 但你一定要勤力用 你不可以說兩個星期照一次 買回來放在這裡 我就會漂亮的 是不會發生的 這個好處就是 他不需要塗任何的東西 其實他有個面膜是可以配合的 但我不喜歡那個面膜 因為他那個透明遮理面膜 不知道為什麼 我一拿出來 可能我太粗魯了 一拿開他就懶了 所以我要很小心 當然用了的話 他可以一路做到一個敷面膜 然後透明可以照 是可能是半公倍的 但對我來說有少少壞 我就直接照 照完不要這樣睡 你照完之後再用自己的護膚 他會吸收得好很多 他不是那種用完會瘦面 會瘦的東西 他是改善膚質 改善你皮膚細胞的東西 所以你可能輕熟肌 皮膚開始看到Dedwork的時候 你可以考慮入手 然後就是他的重量 因為我習慣了 所以我就不覺得有什麼 但我朋友借了給他一個星期 他覺得有點重 一開始可能你都不會習慣說 一直照著每一天去照 但如果你是覺得自己可以勤力去用 這個是OK的 而且你買這個Fall in One 還是買舊 就看看你需要不需要他的功能 因為我媽媽最主要都是紅光 所以其實他用舊的都夠的 但如果不是我貪心 可能今天用這個 今天用那個的話 當然你就買新 我亦都覺得你是單照的顏色 是比起用Fall in One更加好的 Fall in One比較平均 但是他沒有那麼明顯 對 眼那個呢 因為最近我是沒有用到 我現在要等眼紋出來 所以我放棄了他 我忘了放在哪裡 放得很好 然後就收起來了 我忘了在這邊還是那邊的家 我覺得你用眼那個很便宜 千多元可以解決到眼紋的問題 你不要用那些勁心幾十年的眼紋 我未知道他可以不可以 因為我沒有 但是如果你說一些小小的 省仔 一些乾紋的話 其實那部機 你真的照一個月 勤力日照的話 是有用的 這個就是我對於Currents Body的 一些用後感 之後 也是在Currents Body的網上買到的 就是這個ZIP 我有他新版和舊版的 銀色是新版 白色是舊版 他們兩個前面是差不多的 然後我用下 我會覺得舊版好用一點 我不知道是部機 還是因為Gel 因為舊版的Gel 是比較偏油潤 比較偏厚的 他做完之後 你真的會看到 提拉的效果是明顯的 你用幾天 你已經看到整個臉 是會覺得自己沒有那麼鬆弛 以及沒有那麼對的 但是 新版這個 我會覺得他對於每一天 基礎去做 去浮腫 令到自己 是看上去 有少少 你會覺得自己 好像沒有那麼腫 沒有那麼對的 的感覺是有的 但是如果你說 要比較明顯的分別 我會覺得舊版 是會看到多些 那他們這個 我會覺得 適合什麼人用呢 就是一些 如果你不知道 究竟是怎樣的動作 之後 個人沒有耐性 他可以配合一個電話的APP 是一些兩分鐘 三分鐘 看著他怎樣做 做在哪個位置 手勢是要怎樣 真的跟著做 你很快就過了 但是他就比較 單一做到拉提 就看看你需要不需要拉提的效果 而且他這樣細細補 我帶他去旅行 他有一個這樣的袋 是非常方便的 你充一次電 是可以用很久 然後他要配上他自己的GEL 我就覺得 這樣有少少限制 我不知道其他的東西 可以不可以 會不會是有一樣的效果 沒有那麼好 但是因為我還是 一直用他的GEL 我覺得 如果你真的想做一個提拉 你沒有空出去做Hive 那些的話 大家平時可能每一天 你早上去做 你看到我之前 做那個Routine的時候 真的可以看到 那個去水中的效果是不錯的 所以兩個的話 如果你是什麼都不想做的 真的蓋在臉上 你想令皮膚改善的話 就是Currence Body 然後你想拉提的話 就可以考慮Sip的這個 然後你真的想去一些去皺 就可以試一下這部的家用Laser 我收到它的時候是超級期待的 但是呢 就是因為我用了Currence Body的眼罩 LED的面膜 是沒有了那些眼紋 然後我就試不到了 我有試過的感受 用後感是 它是熱的 它真的做到外面好像脫唇毛的那種Laser 那種熱 你會一下一下感受到它熱 又未去到痛的 不辛苦的 但是也不是無感的 我很想知道它的去皺效果 因為我看到它那些前後的圖 是很明顯的 但是我現在呢 真的完全沒有了眼紋 是用不了的 我有試過在額頭 但是我現在是完全沒有紋的狀態 這個呢 我很想告訴大家 我就是一直想等 但是等了很久 然後也是沒有的 這個呢 我可以試給大家去看一下 那我呢 如果用在額頭 面的話呢 可以去到強度3 但是眼下面呢 我去到2 就已經覺得夠了 3 會太熱了 那它就什麼都不用擦的 放在皮膚那裡 那你就會感覺到一下熱的 兩下必必呢 那它就打完了 它聲稱是每一天都可以做到的 那這個就是做去皺 但是我真的沒有其他的用後感 只可以告訴大家 它不是痛 有一點熱 然後去做抗皺 就是這麼多了 Sorry 因為開始天黑的畫面越來越暗 我就忍不住開了燈 現在的光不一樣了 對不起 但是呢 我們會繼續分享的 那剛才那幾樣呢 就可以在Currentsbody的網上找到 然後下一樣呢 都應該是找到的 就是很多朋友問我 究竟你還有沒有用的 Foreo的UFO2 我還是有用的 那剛才那幾款呢 它們是比較有針對性的 例如LED面膜是改善膚質 然後ZIP是做提拉 然後Nira是做抗皺 這個呢 它是一個面膜機 它會隨著面膜的不同功用 去做到一個加成的效果 而且它是可以幫我們省時間 敷面膜的 平時我們敷面膜是大約15分鐘 20分鐘 但是用了它 可以把它縮短成為兩三分鐘的 早幾年它是非常熱門的 後面呢 有個圈圈 你就打開它 然後就放一個面膜下去 通常呢 我會用它們Foreo的面膜 因為剛剛好在圓形 你就吸回它 非常之方便 你一邊滾 選擇你那個面膜的程式 它就告訴你怎樣去做 我都覺得是很方便的 當然它可以用自己的面膜 然後你自己去選擇一些不同的程式去做 但是我就覺得要一邊拉著面膜 這樣滾 我會覺得用它本身的面膜 會方便些 那個應用會好些 總之呢 如果你是覺得 我想省時間 我想面膜的功效 可以在兩分鐘之內做那麼久的 這個就會有用的 然後另一個又是很多朋友問我 還有沒有用的 就是Glycer 這個我還有用的 沒錯 我是很勤力的 因為不同的美容 而它有不同的功能 它是做到導入和RF的 所以我需要導入的時候 我就會拿它出來 特別是每一天我塗精華 如果那些精華是比較水的 那我就會塗多些 然後用它的導入 一直這樣導入下去 你會感覺到皮膚是更加飽滿 更加滲透 效果是更加加成的 所以我覺得它是性價比之選 它經常都會做些千多元 然後除了手機 有很多不同的產品在一起 所以我覺得它挺划算 而且是真的看到效果的 它的RF配合一些緊節的霜 你去做 你會看到明顯 那個線條是會更加收緊的 是真的會看到分別的 但是它就是跟SIP有個不同 就好像我所說 這個是連著APP的 今天想改善哪個位置 選一個Treatment 然後跟它的手法步驟去做 但是Glycer就是自己的了 那些快慢 然後怎樣的方向 都是要靠自己的 對我來說不難的 因為我用開 所以差不多的 但是我都會心急的 用這個我會很快 然後我會沒有耐性 通常我未等到它完 我已經自己做完了 OK的了 關掉它 但是這個我真的會做完兩三分鐘 這個是分別 還有Glycer有個好處 就是它可以用不同的產品 它不一定是用自己的產品 當然它跟上一套的時候 你可以試了它的產品 和這部機器一定是最合適的 但是如果你說用完之後 我平時有用的產品 我都會用它來做導入和RF 它們兩個的價錢都差一段 所以如果你說我的預算不高 我純粹是導入 然後想做一個少少的緊致 少少的提升的話 其實我覺得Glycer已經很夠了 千多元還有這麼多的產品 我看到它最近做的一個套裝是 1600元左右 最便宜我見過是1300元 所以我覺得以一個基本型來說 它都OK的 那你說我還想再便宜一點 我是學生的話 其實我之前有用過一個叫做Bemix 這個是1000元以內就有了 而它這個價錢來講 什麼都有大包圍 我覺得是不錯的 它有導入 有EMS微電流 微電流是可以令到你有少少收緊的效果 但是就不會去到RF 或者是SIP 那些那麼明顯看到提拉的 但是如果你說你勤力做 你日日做的話 其實比起你不做 是一定會有一個不一樣的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說我入門的 我怕自己真的不會用了 買了幾千元回來 放在這裡 不是放了就漂亮了 所以有時候你可以買一個入門的 試一下 你想一個很簡單的保養 想嘗試用美容液的話 我覺得它已經是不錯的了 排到壓軸是這個 Medicube的眼部美容液 叫做Eyeshot 這個是我拒絕了的合作 對 那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用後感 因為有很多人問 為什麼我會不合作呢 就是因為我用了一段時間 我覺得它改善不到我最想改善的問題 然後在我身上的分別不明顯 它是挺創新的 因為它前面這裡是這樣 尖尖 有個波波在前面 然後就是這樣掃一下掃一下它 它有兩個功能的 Shorts模式是可以促進膠原蛋白增生 然後有一個booster mode 就是可以深層注入有效成分 我就會當它們一個是收緊 另一個就是導入的模式 然後我用的時候 因為我眼袋是比較大 就是範圍比較大 它要這樣一下一下的時候 我就覺得有點累 然後它不算重的 但是也不是沒有重量 一直在做的時候 我就覺得那隻手很痠 可能是我用錯手法 或者眼部問題太嚴重了 我的黑眼圈是長期不夠分 有鼻敏感 是超級厲害的 然後眼袋是遺傳的 我爸爸的眼袋是三倍大的 我已經遇到到60歲的時候 是下面一拋東西 救不到那隻 所以在這兩方面 它是看不到一個很明顯的改善 然後眼紋 因為我自己現在沒有什麼 所以我測試不到 都不好意思跟大家去介紹 我就推了這個合作 但是我有朋友用是喜歡的 它沒有什麼眼部的問題 它用它是說眼霜是更加吸收到 然後看下去是精神一點 所以我就覺得給大家參考一下 如果好像我這樣 是超級嚴重的朋友 它可能改善的幅度不大 希望他們不介意 我也很感謝有這個機會可以試用的 我有朋友用他們的導入 膠原機是非常喜歡的 他說是用一隻手幾天 然後另一隻手不用 是明顯很不一樣 整隻手的膚質是好很多 這個我自己也很想買來試 因為我覺得如果好用 是值得去支持的 對了 應該呢 我暫時想分享的美容宜 就是這麼多 我會覺得 美容宜 你買不買 值不值得呢 最緊要要取決就是 你會不會用 因為很多朋友買回來 可能用兩次 然後紳士坑 用一個禮拜之後 慢慢懶 每一天可能是兩三分鐘 都不知道為什麼 是拿不到出來 甚至乎是你什麼都不需要做 不用塗 你就這樣放在上面 你都是懶的話 我就奉勸大家不要買了 那大娜娜最便宜 都可能一千塊幾千塊 那你不用擺在這裡 那不如有它吧 然後就跟大家說一下 關於美容宜 還有做Facial 因為Facial也好 美容宜也好 他們不是整容 就算整容 他也是要過一段時間 可能要入廠修一修 所以做Facial的話 我會覺得 外面的人可能專業一點 他會看到很多不同情況的事情 他幫你做的時候 可以對證一下 告訴你 你應該做什麼 但是自己 如果用家用美容宜 就要自己去試 但是也有一件事 就是外面做Facial 有機會你要不停買不同的package 但是美容宜 你買了一部 只要它不壞 應該是一路永逸的 那你說不做Facial 我做家用美容宜的話 可不可以做到完全一模一樣的效果呢 就要看看什麼Facial 如果你說人手的保濕Facial的話 家用的美容宜 我覺得絕對是可以替代到的 但是有一些 例如打斑 Picco 然後能量的儀器 可能家用美容宜 在這方面做到一個負載形式 然後幫你做到一個booster的效果 所以對我來說 兩樣東西都是可以並存的 就要看你自己對於皮膚 或者是你膚質 或者是樣子的接受程度 你需要怎樣的改善 改善的幅度 你去選擇你需要的產品 或者是Treatment 這樣就可以了 好啦 那今天就真的分享這麼多 因為這條影片是超級無敵 無敵長的 應該都糟糕了 要打很多字幕了 但是希望大家可以在這條影片 參考到我用過不同的美容宜 我用的感受 他們的優點 缺點 跟著功效是什麼 去選擇適合你的美容宜 因為最近真的有很多不同的優點 我想大家應該是不停地燒 完全不知怎樣選擇 希望這條影片可以幫到少少大家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給個like 我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啦 我的聲音很沙 什麼成功 我會唸